全国新增确诊病例数和新增疑似病例数 近两周总体呈下降趋势 新增出院病例数呈持续波动上升 近几日在3000例上下波动 以上信息提示 武汉疫情快速上升态势得到控制 湖北除武汉外局部爆发的态势也得到控制 湖北以外省份疫情形势积极向好 下一步要从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出发 紧紧围绕社区防控和医疗救治两个重点 由全面防控向群砖结合精准防控转变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